現在天下為中 那特別是美國對於中國跟西太平洋的戰略 引發西太平洋新一輪的變數 而北京如今的內憂外患 內外壓力 也可能對外輸出各式各樣的內部政治超級的壓力鍋 那明傑 所以呢 美中俄事實上 在海軍跟潛艦上 有隨時都有可能三方大戰 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習近平面對的 除了剛剛談的 其實搞不好身體上也有問題 那內部的政治壓力 我們觀察到最近有一個 的確可能牽動到習近平內部 可能是不是有這個內部不同意見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中國人大常委 這幾天通過一個修訂中國國防法的一個部分 內容第二條 增定了一個要制止武裝顛覆和分裂 這樣的一個內文 那同時要保衛所謂的發展利益 那所謂的發展利益跟分裂字眼被媒體解讀說 這都是首度出現 是不是在為營造這一個等於說對台動武 創造一些所謂的條件 不過我個人觀察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對內的部分 特別是談到所謂武裝顛覆的部分 可能比較擔心他的內部 其實他應該這個可能嗅到有所謂的內部的挑戰 不管是可能對內的政變或軍變 所以用這樣的方法要去約束內部的一個反對壓力 甚至是用這樣的一個法令去限制解放軍必須要服從他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比較值得觀察是分為對內對台 對外的部分 那其實對內對他來講反而是一個迫切的危機 同時像副比士雜誌也談到說 這個解放軍就算是硬體的一個實力有提升有增加 但是內部在一個所謂軍令的指揮系統上面 就是說像這個指揮跟控制 這個command and control 就是說現代化戰爭強調的C4ISR 指管通知情間爭 那指管的這個部分 可能因為習近平這個大權在握 那用凡事都要經過他這個中央軍委會同意的情況之下 會影響到他一個指揮鏈的一個作戰的一個能力 反而限制了他其他的一個硬體上的一個能力的發展 所以這兩個政治的因素 我覺得其實是未來這個對解放軍 他是不是真的有具備能夠對外對付美國 或者是說在台海動用武力的一個重大的一個限制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針對中國的威脅 其實近期我們看到美軍全面的重新在印太地區的部署 包含像這個陸海空 這個還有陸戰隊各軍種 都在強化他的一個對中國的一個反制的能力 那中間這幾天剛剛談到就是說 像這個美軍的陸戰隊司令叫這個伯格 他特別直接強調說要在2021年 也就是明年要開始 美軍的陸戰隊也要針對中俄的潛艦 進行所謂的潛艦猎殺任務 那這個說法就的確引發外界關注 因為今天陸戰隊傳統上來講 就是進行兩棲登陸作戰 那美軍的陸戰隊其實真的是全球最獨一無二的一個軍種 我們看到美軍的陸戰隊 基本上兵力規模就高達21萬 其實這樣的一個兵力 基本上對這個世界上中等的一個強國來講 幾乎都是差不多只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兵力規模 包含像這一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 甚至像我們臺灣也大概都是20萬上下的一個兵力規模 光這一支陸戰隊本身其實他就可以隨時 對於包含像他的任何的敵手 只要是中型國家他基本上都可以拿下 那更不要講說南海的這幾個所謂的島礁 那美軍陸戰隊過去來講他本來就是多功能多任務 所以他一直支持是美軍裡頭的瑞士刀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知道瑞士刀他功能非常多 可以切 可以剪 可以這個凿凍 可以開罐頭 可以鎖螺絲 那為什麼用這樣形容美軍陸戰隊 因為他配備的一個戰力 基本上他有空中有海上有陸戰之外 現在你看他還增加了一個要列前 因為全球的這個陸戰隊裡頭 大概只有美軍最特殊 你看他空戰能力 我們先前才講過他配備的F-35B的這種逆中戰機 那先前是F-A-18大黃蜂戰機 那其他過去早期還有F-V-8B的這種 都是可以進行制空 甚至制海這個對地作戰的一個高性能戰機 那全球大概只有美軍陸戰隊 還配屬所謂的KC-130的加油機 這是很多國家連加油機都沒有 他光一個軍種就有加油機 那對海來講更不要講 他這一個有多達幾十艘的兩棲 各型的艦艇之外 我們看到他包含新的美國級 或者過去的黃蜂級八艘總共十艘 基本上都是準航母的一個規格 所以光一個陸戰隊 基本上就超越很多國家的一個海軍的一個戰力 那傳統上來講 他本來原本具有的陸戰的兩棲登陸作戰的一個能力 除了他的AV-7這種兩棲登陸車 或者LCSC這種所謂的漆電船之外 過去他配屬了M1A2的重型坦克 很多國家的兵力可能都陸戰的兵力 可能都不急於他 那現在當然近期他把一些坦克營給裁撤掉 那換成什麼MV22這種輿營機 從空中快速機動 他進行所謂的島嶼作戰 那最後近期講的這個列潛能力 更是讓外界覺得說哇塞 連陸戰隊未來也要進行列潛 列潛不是海軍 最多有的國家是用空軍的反潛機來進行反潛作戰 那美軍陸戰隊這個司令 他特別強調說未來可能美軍的陸戰隊 還要配備什麼 配備P-8A的反潛機 MH-60R的反潛機 那直接可能從地面陸戰隊就可以擁有 譬如說發射反潛飛彈或反潛魚雷的一個能力 進行對中國跟俄羅斯的一個 整個一個潛艦水下的一個威脅 進行所謂的反制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們看到就是說美軍各個軍種 全面的在重新部署 全面的在針對中國的威脅進行反制